南投县记者公会日前举办记者节联谊参序活动 县议员庄文斌、简锦贤、罗美玲、曾正妍、于秀英 以及张维华都到场祝贺南投县媒体从业人员的辛劳 罗美玲议员也感谢媒体从业人员多年来对于社会公益都有正向的报导 希望所有记者从业人员都能够继续为社会带来正向的能量 美玲非常感念我们记者们这四年来的这个照顾 记者秉持着非常公正的心态去做记者的工作 做这个报导 尤其是常常要出外上山下海非常的辛苦 所以在这里就祝福我们所有记者平安快乐 县议员曾正妍感谢媒体朋友为社会带来正向报导 也祝福所有媒体朋友记者节快乐 新鲜的在这里共作所有的记者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每做一件事情都非常的顺利 所有的记者新鲜也真正的幸福 以及站在第一扇 再次祝记者节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先议员张威华除了祝福记者朋友记者节快乐之外 也肯定南投县的记者朋友 给予相亲带来优质正面的能量 让相亲都能拥有正面的思维 我们记者节最重要就是他们的正面新闻报导 让我们所有的全国的新闻记者都能够看到非常好的新闻 让我们所有的百姓能够听到这么好这么优质的新闻 让我们的所有的社会能有正面的思维 在议员们的祝福之下 记者节连移餐聚活动圆满落幕 议长何胜峰除了感谢记者朋友平时工作的辛劳外 也希望他们能够持续给予相亲正能量 让社会更加和谐美满 记者陈伟一南投采访报导